一种义正义齐的属性 林小峰在蛊惑在忠实眼的包提 完全没有黑帮大佬的风范 冲动 懦弱 怕死 而且也曾犯嫁过致命的错误 而黄金兄弟李林小峰却实现了逆袭 他不再莽撞冒失 相反开始主攻脑地化身电脑达人 负责与科技相关的各种任务 大头仔钱佳乐在黄金兄弟终身兼导演 主演和动作指导多时 他饰演的淡定和大头仔 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同样对兄弟赤诚相待 也是团队中的武力担当 电影里的黄金兄弟各司其职 相比古获仔兄弟来说更加专业 同时少了曾经的志气和鲁莽 多了一份沧桑和沉稳 不过黄金兄弟绝非一部单纯靠贩卖情怀 立足的电影 影片月告中曝光的飞车 爆破 枪战 肉夺等等精彩刺激的场面 证明了这将是一部好看的动作电影 导演钱佳乐本来就是非常当下香港影坛 最成功的动作指导之一 曾经凭借门徒韩战 风暴等作品数度提名金像奖 相信他的加持也会为影片的动作戏份 带来更多的看点 而在故事层面黄金兄弟在偷盗任务之外 还牵引出有关内鬼的悬疑情节 从预告片里不难看出 黄金武子中存在一个叛徒 对叛的团队导致兄弟遭遇杀身之祸 而对内鬼的追查也成了影片的一大看点 不管怎样 黄金兄弟最值得期待的 始终是古扩在五兄弟的再度合体 经历二十年的岁月沉淀 看到曾经的青春记忆重新再现 还是让人感到有些唏嘘 毕竟这五位演员在大银幕上如此整齐的合作 还是十几年来的头一次 就像曾志伟在发布会上说到的 黄金兄弟也是古扩在五兄弟二十年来 再度有情见证 通过这个关于男人浪漫的故事 告诉人们这五个人之间的兄弟情谊 而对于银幕之外的我们来说 也是时候重回电影院 拾起曾经的青春岁月了 本文系电影通缉令 独家稿件未经授权 尽之转载